西战场的中朝部队 他们一面在新兴洞 德川等地 消灭敌人 另一面又迂回到敌人的后方 堵塞敌人的退路 看 这座山多么高 多么陡 没有道路可以通到山上去 但是在我们的战事面前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群英雄们 哪怕有登天一样的困难 也不知道害怕 他们身上背着武器 手盘着树枝 脚踏着岩缝 一步一步地盘登上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 一到了山上 连一分钟都不休息 战士们马上以葱林做掩护 沿着山岗修筑公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指挥员在公事里发布作战命令 掩护敌人撤退的飞机来了 敌人盲目地投下了无数吨炸弹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 在坚固的攻势里面 我军沉着地等待战斗的开始 敌人盲目地投下了无数吨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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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兵测量轰击的目标 更大的战斗开始了 中文字幕——YK 到处都射出复仇的子弹 瞄准那些野兽打吧 冲锋号吹响了 我们勇敢的前进 前进 把敌人消灭在朝鲜的土地上 中文字幕——YK 战场附近的朝鲜人民 无故生命危险 冒着枪林弹雨 沿着壕沟给战士们送水送饭 朝鲜人民把志愿军战士 看到是自己的儿子和兄弟 以自己所有的力量支援志愿军作战 志愿军也以无比英勇的战斗 来解放水深火热中的朝鲜人民 沿着火热中的朝鲜人民 沿着火热中的朝鲜人民 通讯员在猛烈的炮火下面 抢劫电线 保证了指挥员和战斗部队的联系 指挥员下达冲锋命令 冲啊 满山遍野的中朝部队 向潮水似的涌到敌人的阵地 向敌人进行围牵 溃败的敌人都纷纷举手投降 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火军乘胜追击 突破敌人的炮火封锁 赶快渡过江河 抢夺部口 让这条河给我们做见证 我们曾跳进它的寒流 追击敌人 在一个城市里 我军和敌人展开了巷战 战士们在烟雾弥漫中前进 死亡 看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战士们穿过断墙残壁 搜索敌人 只要哪里有敌人还敢于抵抗 就把敌人消灭在哪里 也让这些街道给我们做见证 为了解放我们的城市 我们曾付出了很多的鲜血 1950年12月6日 中朝部队称胜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平壤 中朝两国的战士 共同守卫着这个城市 被敌人盘踞了47天的平壤 终于回到了朝鲜人民的怀抱 从此平壤将永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 朝鲜的战局扭转了 朝鲜北部战场的伟大胜利 不仅使中朝两国人民欢欣鼓舞 就是全世界的人民也都增强了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信心 在我军迅速的打击下 敌人狼狈的连已经装上火车的坦克都来不及带走 这些被骗到朝鲜来的士兵 如今终于做了美国战争贩子们的牺牲品 谁知道他们是从美国基部勒基山区来的呢 还是从东部沿海平原来的 谁就知道他们是芝加哥的失业工人呢 还是留落在纽约街头的难民 看看法西斯部队的腐烂生活 这是美军散落在平壤街头的美国女人照片 和这些照片在一起的 就是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的画像 这是一些来不及逃跑的英国皇家坦克 连续遭受到中朝部队千面性打击的美帝国主义寝朝部队 普遍产生了绝望的情绪 士气低沉军心涣散 常常成群结队的举手投降 这些个从美国英国和法国来的士兵 在英勇善战的中朝人民部队面前 真的丧魂失魄了 一个美国老兵说 从来没有打过这样可怕的仗 英国士兵都埋怨上了美国人的当 这些俘罗都受到我军革命了人道主义的宽大待遇 不杀不打不骂 不侮辱他们的人格 不没收他们私人的财物 给伤病者治疗